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盲眼龍河1979年預言俄烏大戰及結局 俄羅斯主宰世界 與鎖鏈女事件對比鮮明 瑞典2小時尋回失蹤嬰兒案熱傳 烏總統誓言堅守基庫 烏首島軍人拒絕投降集體陣亡 隨袖鐵鏈女事件燃燒 全網破案有驚人發現 俄羅斯與烏克蘭的關係持續緊張 掀起民眾的討論和關注 都有不少人去畫預言 結果發現467年前的古書曾記載 2022年歐洲會發生一場戰爭 與現在的國際情勢不無而合 而印度神童亞南德去年11月都預言 當時他曾預言今年3月將出現地緣政治衝突 但如今預言卻提前應驗 烏克蘭內政報25日表示 俄羅斯在過去24小時 轟炸了33個烏國民間地點 與此同時 俄國國防部指稱俄軍已攻佔烏國位於黑海的蛇島 烏克蘭總統扎倫斯基稱 目前烏克蘭士兵已有137人陣亡 據《每日聲報》報道 《西元1555年》 法籍猶太預言家 洛查丹馬斯出版書籍 預言 其中提到 2022年春天歐洲有可能會出現一場戰爭 戰爭的主因是東方對法國的威脅 雖然預言無明說 但很多人覺得東方威脅和俄烏情勢有點像 阿南德曾經在影片中提醒大家 如同大陸、印度的地緣政治 國與國家可能衍生衝突狀況 最終導致美國、大陸間關係緊張 他指出 這種狀況大概會發生在今年3、4月之間 全球都要做好心理準備 另外 布加利亞著名預言家 曼眼農婆巴巴 曼加1979年都曾經在預言中說過 他帶來的受害者太多 沒有人可以阻止俄羅斯 一切都會被他從路上脫掉 沒有剩下的東西 還會成為世界的主宰 似乎都在暗示俄羅斯將對歐洲發動戰爭 並接管世界 此外 外媒還預測了五個可能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地點 依照危險降聚排列 分別為烏克蘭、台灣、伊朗、朝鮮及喜馬拉雅山 目前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形成了兩個陣營 俄羅斯專制政權面臨著生存上的挑戰 而烏克蘭越來越靠近民主的西方 普京執政二十年來一直都想把烏克蘭拉到俄羅斯的勢力範圍 因此發動了這場戰爭 網圖實現他的大俄羅斯夢想 鐵鏈女事件揭開了中國人口拐賣問題的冰山一角 公開資料顯示 中國歷年大約有1.5億人被販賣 被拐賣者包括婦女、異童、智障者和精神病人等 被拐賣的男性及異童一半會被買方強迫勞動 如2009年5月爆出的安徽省 尊搖廠強迫智障者好像奴隸搬工作 婦女未成年的女孩則被囚禁淪為生怒和生育工具 外界認為中共政府的不作為、地方政府的腐敗和道德淪喪 是中國人口販賣槍缺的主要原因 近日有網友翻出不歐國家瑞典三年前發生的一起嬰兒失蹤案 對比中共政府、瑞典政府的表現向人們展示了什麼是真正的人民政府 該事件發生於2019年1月的瑞典哥德堡 一名女子將再有小堡的嬰兒車放在幼稚園外的路邊去接大堡 嬰兒車擺放在路邊這個習慣在瑞典已經延續了數十年 但當她5分鐘後帶著大堡回到停放嬰兒車的位置時 卻驚恐地發現嬰兒車和小堡都不見了 幼稚園得知後大吃一驚立即報警 警方接報後立即通知附近所有可以調動的警力 部署警方周圍大範圍的巡邏查找 當日2時50分小堡還未找到 當地決定啟用特殊的資源調配權 調動一齊就變資源尋找失蹤的小堡 這類調動的社會成本很高 但為了運回小堡政府不計成本 當地據聞了解有嬰兒失蹤後都非常震驚 嬰兒失蹤一個小時後 更高規格的搜查開始了 瑞典各大電視台 網絡媒體同一發布此消息 並不斷更新事件發生狀況 瑞典全國開始震動 媒體紛紛派出記者前往現場報道 警方沒有錯過搜查每一部車 帶回地毯式的檢查當地商業區 4時後小堡還未找到 此時傳承的大部分警力已出動 地面警笛長命 空中直升機盤船聲震而欲弄 隨著更大規模的搜索 哥德堡交通受影響 所有通往其他城市的高速切關卡嚴格排查 公共交通停運 蘇萬人出行受阻 但人們沒有冤言 全社會都在不惜一切代價 找回這個嬰兒 終於在小堡失蹤2小時後的4時17分 有居民在尼幼稚園7.3公里外的購物停車場角落裡 發現了這輛失蹤的嬰兒車 附近的警方10分鐘內火速到場 竟確認後警方在4時43分發出通告 嬰兒車已沉獲 小堡找回 無讓 隨後39歲的杜英女犯都被警察捕獲 當地媒體立即更新報道 雕塞嬰兒已被找到 瑞典政府如此不惜成本 大規模動用社會資源 找回一個普通的失蹤嬰兒 對其生命價值捍衛的舉動 震撼了全球 都示範了政府保護人民的真正職責所在 俄羅斯24號對烏克蘭發起 陸海空全面進攻 這是自二戰以來對歐洲國家最大的一次軍事行動 美國和烏克蘭官員表示 俄羅斯的目標是佔領基庫 並推翻現在的澤連斯基政府 俄羅斯對俄羅斯採取更多行動 稱現在的制裁還未夠 他誓然會留在烏克蘭混戰到底 根據CNN最新報道 俄羅斯一艘軍艦24號某個時刻接近射到 音訊檔案可以聽見俄軍軍官喊話 這裏是一艘軍艦 這裏是一艘俄羅斯軍艦 俄艦建議你們放下你們的武器和投降 避免流血和不必要的傷亡 否則你們將遭到軍炸 烏克蘭士兵當時疑似告訴同胞 就這樣了 正得同意後回馬 俄國軍艦去你X的 澤連斯基表示 全體邊防衛兵英勇陣亡 卻都沒有放棄 將獲追受烏克蘭英雄稱號 2月25日 澤連斯基發布影片表示 烏克蘭不怕俄羅斯 也不怕與俄談判任何事 包括對烏安全保障及中立地位 但烏克蘭不是不約國家 到底會有什麼安全保障 什麼國家會提供 應該透過談判結束戰事 普京隨後正面回應了 澤連斯基談判的提議 表示準備好派團到白俄羅斯首都 明斯克與俄羅斯代表談判 和、戰兩手策略並進 轟動全中國的徐州鐵鏈女事件燃燒 在全網破案下出現兩大驚人發現 至於楊某俠被囚禁22年的所在地 徐州市則在輿論聚光燈下 被發現她受到官方的特殊關照 阿波羅新聞網報導 小花梅的細妹 將小花梅媽媽的馬甲提供給警方 官方即對馬甲上的庫著物進行檢驗 但有網友23日在微博發文強調 官方公布的物證鑑定報告的第二頁 第11點寫著跟楊某俠不符合單親遺傳關係 但官方卻硬話監定結果符合 該網友24日又發布圖文給對中共官媒央視 在報導中展示的調查報告 和徐州發布的公告存在著時間差異的問題 簡單來說 官方公布竟然被調查時間還要早 目前該網友發布的信息已經被官方剷除 眾網友發現 在事件爆發前 徐州市倍受當局特殊關注 徐州市在2017年獲得中國人居獎 2018年又獲得聯合國人居獎 諷刺的是聯合國機構評選條件涉及男女平等 防止犯罪及社會正義等多方面 而在兩個月前 由新華社旗下官媒 《遼望東方周刊》發布的 2021年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榜單 可以看到這已經是徐州市至2017年以來 第四次榮獲該稱號 至於奉願政府則獲封過很多頭涵 例如全國總工會授予的全國職工書屋示範點 省級衛生區院 道德無犯區院等等 而在江蘇當局23日發布的第五份通報中 雖然提到徐州府聯副主席高偉 因為嚴重失職 及涉嫌違紀違法被調查等處理結果 但奉願府聯早前竟然因為突出成績 而被江蘇省府聯授予300紅旗手榮譽稱號 該府聯還獲得省級府聯系統的最高獎 甚至向全省全國推廣防止拐賣婦女兒童先進經驗 對網25日報導鐵鏈女所在的董習村 是寬口鎮首批文明村之一 該村的先進時職中曾登上省級官媒 並連續多年被評為計劃生育先進單位 至於董志民一家於2021年12月5日 在徐州市豐縣政府組織的 在《給低保護獻愛生活》中被損為宣傳典型 官方作為已引發民間怒火 很多推特網友留言批評 他們根本不可能是人 他們是禽獸不如的魔鬼 一個瘋狂的政府已不具備一丁點的公信力 前中共黨教退休教授蔡霞都推文批評 江蘇徹底的不要臉 都不忘呼籲民眾繼續抗爭 不要忘記雷樣李文亮不要忘記鐵鏈女 因為大陸人隨時可能變成 雷樣李文亮鐵鏈女 當然下車 大家坦目 森林